这个男鹰一出生就被夺走了全身器官 生命危在旦夕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允熙 新世界的一口氧气 就被狠心的父亲醍醐 命夏仁留在了荒野 更可恨的是 男鹰之身体的残缺 是父亲在他出生之前 具有男鹰的生命和魔神礼下的契约 十二魔神在男鹰出生的那一刻 就立马瓜分了男鹰身上四十多个器官 夏仁不忍心如此结束这不幸的生命 于是偷偷将还有一口气的男鹰 放在了小木盆里 木盆顺着水流向了远方 一位男子兽海路过发现了木盆里的男鹰 十二年后 男鹰在兽海的精心照顾下长大了 而如今的世道依然混乱不堪 到处生灵涂炭 在一处桥下 长大后的男鹰遇到差点被魔神杀死的多罗罗 虽然他轻而易举地救下了多罗罗 可他的手臂却被对方砍了下来 多罗罗此时才发现 这手臂竟然是假的 祝连面前这个人看起来都很假 原来男鹰当初被救下后 兽海不仅为他装上了甲织 还给他取名为白鬼丸 并将自己毕生的武功交手给了白鬼丸 多罗罗正想感谢白鬼丸的救命之恩时 突然看到白鬼丸的面具脱落 他的脸上竟长出了皮肤 此后他再也不用带着面具生火了 而在白鬼丸斩杀魔神之后 蒂乎所在的领土却突然下起了大雨 点闪雷鸣 一道雷皮就用了远处山上的一个破庙 蒂乎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纹身赶去 打开门就看到了一座魔神被雷垫劈成了两半 而这里正是当初醍醐用蓝鸣和魔神做交易的地方 白鬼丸在打败之前袭击多罗罗的魔神后 便斩断了一道因果 拨毁了自己的第一个部位 皮肤 当他感觉到多罗罗没有危险气息后 便默认多罗罗跟着自己前进 虽然看不见 但白鬼丸却能凭借感觉来辨别自己是否遇到危险 这也是白鬼丸能活到至今的原因 之后 他们而来到一个奇怪的村子 村民日夜被魔神困扰 经过的路人还会无缘无故失踪 多罗罗表示 白鬼丸可以帮村民消灭魔神 谁知这村子的村长万代 正是那个困扰村民的魔神 白鬼丸立马查去到对方身上危险的气息 于是打算攻击万代 结果不知情的村民却将他关了起来 他们在这 遇见了同样来消灭魔神的狭子和尚 而魔神此时正偷偷跑来要袭击他们 多罗罗从和尚口中才知道 为什么白鬼丸会对村长动手 因为失去双眼的他们 对魔物的气息极为敏感 而这次的魔物虽然实力降大 但连神经感知都会夺走的白鬼丸 竟挺着一身的伤 来到魔物面前 刺瞎了他的眼睛 村民见状竟在掩护魔物逃走 原来村民早就知道了真相 其实不这样做 全村人都要成为魔物最低的食物 并且只要按时给魔神提供口粮 便能得到相应的钱财 而这次请白鬼丸前来 是他们想要弥补之前 被万代魔神变成怪物的村民 好在最后 白鬼丸在变成怪物的村民帮助下 成功击杀了魔神 这次完成击杀后 白鬼丸的身体又发生了变化 同时一组魔神破庙里的 其中一头魔神像 又被劈成了两半 这让提呼开始不禁担心起 他跟魔神之间的交易 提呼是加和国的守护 也是这片石川岭的灵柱 但因为常年的战乱以及干旱 石川岭灾情频发 到处都是瘟疫 提呼向神明祈求后 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于是他便舍弃了神明 终而跑到破庙里 参拜起了魔神 为了换得石川岭误服民风 百姓安居乐业 体现他绝对的领土权 他狠心地用自己的亲生孩子的命 和石油魔神做了一场交易 在看到孩子出生后的那个惨状后 他竟没有丝毫的愧疚 反而是疯狂大笑 激动魔神 接受他们之间的交易 也幸好是兽海捡到了白鬼丸 并且没有嫌弃他 而兽海年轻时 是一位跟随斯波殿下 到处争战杀场的战士 因为目睹了太多杀戮 兽海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这些被战争波及的难民们殉葬 可没想到 他从山崖上跳下去后 竟被人救了起来 自此他便隐姓埋名学会了做甲织 他的甲织 给身受战争之苦的残疾人 带来了安慰 渐渐地 向他制作甲织的人越来越多 他在当地 也被那些村民当成了医生 不久前 他收养了一个名叫阿耀的徒弟 因为听心了谣言 知道兽海以前 曾经跟随过斯波殿下 阿耀和兽海决裂了 因为阿耀的家人 正是死于斯波的军队 阿耀的离开 让兽海再次想起了 自己曾经的罪孽 他连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再次选择了跳崖 而这次跳崖 让他遇见了白鬼丸 即使知道养育白鬼丸十分不易 但兽海能就坚持 将他带回了家 或许他只是想要通过养育白鬼丸 而救赎自己的内心 一年后 提悟夫人再次产下一字 提悟为这个健全的儿子 取名为多宝丸 却说不知 身在远方的另一个孩子 白鬼丸 正经历着更加不平凡的事 他的身上 没有一处地方是正常的 因为白鬼丸特殊的体质 他总能招来周围的妖怪 为了让白鬼丸能保护自己 兽海倾尽全力 将毕生所绝都传授给他 但兽海又很担心 白鬼丸这张毫无感情的人 会不会伤及无辜 成为大魔头 只要他亲眼看到白鬼丸 在杀掉一只魔神后 他的右腿上 竟然长出了几头组织 此时兽海才终于明白 原来白鬼丸是会当成了 用作与魔神交易的祭品 看到恢复了激透组织 尽海终于不再担心白鬼丸 会胡乱杀戮了 因为他会走上重生之路 一路与魔神对抗到底 夺回属于自己的所有器官 之后白鬼丸告别了受害 踏上了自己的寻魔之路 而这次在击杀万弹魔神后 白鬼丸的右腿竟有了感知 他终于知道疼痛的感觉 这次夺回的竟是神经感知 第二天 他们在路过一个村庄时 遇到了一个女孩 女孩表示自己的哥哥 却参军五年至今未归 他每天都来祈祷哥哥归来 说话间 一位拿着魔刀的男子 闯进了村子 白鬼丸看出的男子 是被魔刀控制了神志 他声称这把刀碰不得 碰到这把刀的人 都会成为他的努力 指使他一直杀人 因为这刀是上古魔器 他需要不停的饮血 为了不让魔刀继续害人 白鬼丸上前和男子扭打在一起 但魔刀的力量太过强大 白鬼丸被对方划破了脸 好在白鬼丸另一只夹腿 将魔刀卡住 白鬼丸利用这个机会 将男子打入了山崖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男子就是女孩 五年未归的哥哥 虽然他脱离了魔刀的控制 但此时的他 已经神志不清了 哆罗罗为了帮白鬼丸 找回丢失的夹腿 不小心碰到了魔刀 没想到他的身体 立马就被魔刀控制 迅速遭了人群秘籍的村庄跑去 好在白鬼丸最后及时出现 将魔刀砍成了两半 魔刀失去了魔性 成为了两块废铁 这一次 白鬼丸两片假耳朵 竟然脱落在地 白鬼丸的听力竟然恢复了 而魔神庙里的一座魔神像 又倒下了 听悟不得不开始 证实之前 而魔神所做的交易 于是 他开始命令 试图打听白鬼丸的下落 竟想要亲手了结白鬼丸 应该说不只是白鬼丸 但凡有人试图阻碍 他成为一方霸主的人 他都可以毫无感情地 了结对方 而这只徐魔之路 让白鬼丸竟恢复了听力 可刚接触到声音的白鬼丸 便快崩溃了 他接受不了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 为了让白鬼丸保持理智 多罗罗拿出手帕 挡住了白鬼丸的耳朵 这样声音就会小很多 突然间 一只妖鸟袭击了他们 原本能轻轻松松 就解决掉妖鸟的白鬼丸 竟然因为听力恢复的原因 战斗力大大减弱 好在脑盒上 及时赶来救下了他们 等到第二天清晨 白鬼丸被一阵悠扬的歌声叫醒 他寻声少去 结果遇见了 正在唱歌的女孩美旭 美旭带了一群因战乱 而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躲在破庙里生存 一群孩子就靠着美旭 一个人赚钱生活 和尚认为破庙离战场太近 随时都会有危险 于是找了一处比较安全的地方 可这里却被一只妖魔霸占着 白鬼丸听完后 立马来到妖魔所在的地方 因为这几件适应 他逐渐接受外在的各种声音 当然他最喜欢的 还是美旭唱的摇篮曲 所以为了美旭 他一定要为那些孩子们 争得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只妖魔战斗力太过强大 虽然在老和尚的帮助下 白鬼丸战胜的妖魔 还想怀了自己的声音 但因为重伤未遇 白鬼丸又被魔神抢走了右脚 好在养伤期间 美旭的歌声一直陪伴着他 这才让他镇顶了下来 而即使美旭有一个秘密 不敢让他们知道 因为美旭是出卖身体 从那些士兵手里得到报酬 一直来养活那些孩子们 其实孩子们并不知道 而这个秘密也只被朵罗罗发现 朵罗罗表示 这点少时也和母亲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他甚至生活的不易 所以并没有看不起美旭 反而觉得美旭十分伟大 美旭知道原来白鬼丸 可以查看别人的灵魂后 感到十分别扭 他认为自己的灵魂十分肮脏 让白鬼丸不要看 但白鬼丸就表示 美旭的灵魂是十分纯洁的白色 并不肮脏 在看不见的情况下 善与恶的区分 就指灵魂颜色的不同 当全身上下淫绕着红色 就意味着这人被恶侵蚀 美旭听完后感动不已 而老婆上见白鬼丸已经养好伤 于是辞别的白鬼丸离开了破庙 第二天夜里 上月后的白鬼丸又来到魔神这 这一次 他很快就击败了魔神 并顺利地抢回了右腿 这事情他没想到的是 因为美旭来回穿梭在两方敌对的阵营 其中一方的军人跟随美旭来到了破庙 他们借口害怕美旭是敌方的间谍 所以要将美旭灭口 所以避难所有的那群孩子们都难逃一死 而白鬼丸正好撞见了这一幕 看着美旭烟一息的样子 白鬼丸突然暴走 要将所有官兵全部杀掉 好在哆罗罗及时拦住了他 他不希望白鬼丸变成和魔神那样可怕的人 他拿出美旭曾经死死守护的盗种交给白鬼丸 也是只把盗种让白鬼丸冷静了下来 因为曾经听过美旭 希望拥有属于自己金三赞的岛田 所以他们决定帮美旭完成这个梦想 于是他们带着盗种又擦上了旅途 但遥运的亲生父亲提胡却开始犯愁了 一年几个月都没有下雨了 这样下去 庄稼就会颗粒无收 活不担心 忽远处还闹起了瘟疫 提胡绝不允许自己统治的领地出现问题 他坚信与魔神之间的交易 所以加大帝都寻找白鬼丸 势必阻止他在猎杀魔神破坏交易 夜晚白鬼丸二人在森林里 遇到了一只整个骇人的蜘蛛精 蜘蛛精利用蛛丝缠住了白鬼丸趁其逃走 哆啰啰将白鬼丸救了出来 两人四处寻找蜘蛛精的下落而不得 不久后 他们来到山下的一个村庄 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矿石的村庄 所以需要足够多的劳动力 才能保证矿石的出产量 可最近村里却接连出现工人离奇失踪的案例 这样下去 矿石的出产量就会减少 所以为了严查失踪案 村里的市民开始加强排查外来人口等情况 以便再出现人口失踪 只是令白鬼丸没想到的是 蜘蛛精因元气大伤 消息时男人的精血才能恢复 于是他化成成美艳女子 躲进了村民米俄郎家 米俄郎给他取名为阿丘 因为人类的食物并不能为阿丘提供充足的能量 所以阿丘的身体便一天天的甩肉下去 即便如此 阿丘也没有打算吸食米俄郎的精血 因为在与米俄郎的相处中 他感受到了人性的善良 米俄郎打算带了虚弱的阿丘走出村子 去寻找医生 但没想到被白鬼丸和士兵同时发现了 米俄郎为帮助阿丘逃走受了伤 婚名前 他再三指负阿丘 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 希望阿丘别还能性命 白鬼丸看了阿丘的灵魂渐渐变成了白色 竟放过了阿丘 多多感慨原来人类仅能和妖怪和平相处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感受着身边这傻乎乎的多罗罗 从相识到至今虽然不长 但他的陪伴也让白鬼丸安心许多 之后 他们来到一个被黑雾笼罩的村子 作品给黑雾取名为残云 每隔一段时间这片残云就会落下灰烬之狱 这就代表灾难又来了 为了防止灾难来临 村里就会寻找一位年轻漂亮的少女 将她献祭给残云 而少女也无法反抗 只能不甘地接受命运 这点小男孩阿丘的姐姐马上就要被献祭了 他追着送亲队打算将姐姐救回来 没想到遇到了白鬼丸二人 白鬼丸得知阿丘所说的姐姐并不是亲生姐姐 而是村里的一位善良的邻居 因为无父无母的阿丘 从小孤立婴的就生活在山里 还经常遭到其他村民的祈福 但邻居姐姐却十分善良都会为受伤的阿丘 爆炸伤口 还会和他讲笑话 这让阿丘感受到了温暖 只要看着姐姐 阿丘就能忘记饥饿和孤独 所以阿丘轻轻地将她视为自己的亲生姐姐 但没想到 这次姐姐竟然被村民献祭了 所以他带着白鬼丸和哆罗罗 来到了献祭的地方 正打算救走姐姐时 没想到制造出残云的妖怪出现了 那是一只巨大的白族丛 因为黑雾也是妖怪法力制造出来的一部分 身处黑雾的白鬼丸 看到的全都是红色烟雾 他根本无法辨别出白族丛的具体位置 但白族丛却可以 所以白族丛轻而易举地就将姐姐吃了下去 白族丛吃完离开后 天空立马变得晴朗起来 阿丘伤心不已 决定要杀了白族丛为姐姐报仇 好在聪明的哆罗罗 发现了白族丛害怕光 那黑雾其实是为了遮蔽也很光用的 所以他们决定先迷惑白族丛 然后再放火烧死他 可没想到大火根本烧不死白族丛 反而更加激怒了他 好在白族丛及时出现 他依靠设计白族丛大脑的位置 判断出了白族丛的要害 下一秒 白族丛便张开血盆大口 将白族丛吞入腹中 就在二人以为白族丛命伤白族丛之口时 白族丛的肚子被剖开了一条长长的伤口 白族丛从白族丛肚子里跳了出来 暗族丛的姐姐也被救了出来 这下白族丛彻底被杀死了 暗族丛也如愿和姐姐团聚 而这一次很显然白族丛的身体 又发生了变化 白族丛退去的假鼻子 长出了属于自己的新鼻子 这次他夺回来的嗅觉 对徐墨之路还很遥远 并且来自父亲的追杀 也马上就要到了 他来到属于亲生父亲 醍醐大人治理的国家 这里的百姓自欺自足 和其他地方相比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舞台上唱着醍醐国最出名的戏剧 那就是醍醐大人斩杀妖魔的节目 白鬼丛和多罗罗在欣赏戏剧的时候 看到了老和尚 老和尚告诉他们 这也是来探查一些秘密 因为他们很疑惑醍醐国 为何会这般复述 之后老和尚来到 诗人所说的被醍醐消灭的魔神这里 这是一座名叫地狱堂的破庙 里面供奉着12座魔神像 看着破碎的那几座魔神像 老和尚似乎找到了醍醐国复述的原因 但此时的醍醐国正值理由外患之际 因为最近几个月都没有下雨的原因 醍醐国的庄稼正面临欠收的可能 不仅如此 醍醐国的敌国炒仓国 正在边境虎视眈眈的盯着醍醐国 领主醍醐整日提心吊胆 他很担心日后醍醐国 会变成之前美和魔神交易的那样 一想到那种人间猎狱般的境况 醍醐便愈加气愤白鬼丸还活着 最近听说夏兰已经找到白鬼丸的踪迹 所以醍醐便决定亲手捏眼的白鬼丸 但没想到醍醐夫人知道了醍醐的计划 他责备醍醐这样做根本不是为了领土的百姓 而是醍醐想要称王称霸 这完全是醍醐的野心在作祟 夫妻二人的对话 也被攒在角落里的二儿子多宝丸听到 此时他的知道原来繁荣昌盛的醍醐国 竟然是当初父亲用自己的哥哥性命换来的 怪不得母亲整日参拜家中内尊五头菩萨 看来他是只需要查一下当年发生的所有事的 多宝丸带着两名手下绑架了父亲的手下 他从手下这里得知的醍醐夫中派人寻找白鬼丸的下落 更巧的是在经过街头时 一名街边的丰妇 嘴里念叨着魔鬼滋滋欠来复仇的话语 多宝丸敏虐地察觉到了异样 原来这名丰妇 竟是当初替醍醐夫人接生白鬼丸的女仆 他曾经也看到白鬼丸出生时的样子 多宝丸最后决定去质问母亲关于白鬼丸的一切 母亲打埋了所有事 而多宝丸无法接受这种冷血的父亲 谁知父亲突然出现 他告诉多宝丸如果不牺牲白鬼丸 醍醐夫国的百姓就会失衡遍野 醍醐夫国也会变成人间地狱 用白鬼丸一个人换取整个国家的附属安定 并没有什么不值得的 多宝丸被父亲也都说不出话来 好像站在父亲的立场来看 这样做也并没有什么错误 而白鬼丸此时正和多罗罗慢慢的接近醍醐 这期间他们来到了和敌国边界的板门 由于战争导致这些伤亡惨重 两军战死的灵魂变成邪虫作祟 最后还能变成一只巨大的狐狸 好歹醐夫带着大队人骂出现 吓走了邪虫 但令白鬼丸没想到的是 醐夫见到他的第一句话 竟是质问他为何还活着 白鬼丸透过心眼看到 父亲醐夫身上有着邪躯红色的灵魂 这是代表恶的象征 但他疑惑为何醐夫会如此在意他的死活 没想到下一秒 醐夫就命令弓箭手射击白鬼丸 白鬼丸趁机逃到树林里 这才躲过一届 大战即将开始 而白鬼丸还在门板前看到了 今生弟弟多宝丸 多宝丸表示 其实全国百姓都对不起白鬼丸 但此次白鬼丸的出现 就是威胁着整个醍醐国的安定 只要白鬼丸死掉 那么魔神就会重新庇护醍醐 所以他要站在父亲那边 诛杀白鬼丸 两兄弟展开了战斗 白鬼丸不幸刺下了多宝丸的一只眼 不料狐妖邪虫再次出现 陷陷伤害了多罗罗 但下一秒邪虫就被吸入了门板中 原来是醍醐夫妇 带着无头菩萨出现了 他哭得向白鬼丸 诉说这些年的思念 并忏悔 自己这么多年 一直放在醍醐为所欲味 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 所有醍醐国子民 都窥见着白鬼丸 所以他打算赎罪 醍醐夫妇念到 即便是鬼神还要吃掉什么 那就来吃他这个不合格的良心吧 说完便拿着匕首 刺向自己的胸口 醍醐夫妇倒下的那一刻 那尊无头菩萨随之掉落在地 白鬼丸通过心眼 看到那尊无头菩萨的灵魂 也逐渐消散 随后一声巨响 那尺鞋中门板也倒塌了下去 体肤健壮 立马命令僵尸们 带着妇人和多宝丸撤退而去 看到母亲为他孩子 甘愿牺牲自我 无父无母的多罗罗则有些难过 因为曾经他的父亲也是大人物 但他却亲眼看着父母死在眼前 多罗罗的父亲 曾经是土匪窝里最大的掌权者 虽然落草为扣 但他们从来不会打且假设 只会路见不平 劫富济贫 因为生在乱世 以多罗罗父亲为首的这群土匪 在还是普通百姓的时候 经常遭遇提护国士兵的烧杀抢掠 那群士兵根本不拿百姓当能看 他们气氛不过 这才选择接杆起义 集结反对这些士兵的力量 几天 小小的多罗罗正坐在父亲肩膀上 闹着要好父亲 一起上战场 父亲解释 只有多罗罗自己变强大了才可以 不过父亲的手下地鼠却告诉多罗罗 在这种乱世中 只靠力量是活不下去的 多罗罗难以理解 正好醍醐军来袭 多罗罗在母亲的保护下藏了起来 父亲和一伙人在与醍醐军大战的一场 这次战胜后 父亲命令地鼠迅速集结新的力量 只要有不满醍醐军的都可以加入进来 地鼠表示 他们不应该只考虑当下 而是应该考虑下将来的事 他们不可能一直当投废吧 于是地鼠提议大家一起去投证军队 成为烧杀抢掠的一方似乎也不错 这样一来他们的待遇都能提高 可父亲坚决不同意 多罗母亲质问地鼠 是否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秦能 是怎样被士兵杀死的 谁知地鼠却表示早忘了 现在的他只想和士兵年兽 从而粗人投地 父亲听后打断了地鼠的话 甚至还将他骂了一顿 地鼠只好闭口不言 第二天他们打算乘胜罪机 偷袭军队驻扎地时 竟遭遇了埋伏 父亲根本不敢相信 是地鼠背叛了自己 但地鼠却趾高气扬地表示 他的思想太顽固了 一只当土匪有什么好的 还不如加入军队 从而获得更多好处 父亲气愤却无可奈何 正代的母亲和多罗罗 杀出重围逃了出来 他们躲进墓地里 逃避了士兵的罪干 却没想到在经过一个村庄时 警卫士兵们发现拦住了去路 本就心情欲劫的父亲 拿起大刀和村联士兵 展开了殊死搏斗 这次父亲终于筋疲力尽 和那些人同归于尽了 而多罗罗就这样亲眼看着父亲 被人杀死 多罗罗和母亲在父亲走后 将父亲葬在了满是曼陀罗花的地方 自此以后 母亲命来的他四处游荡 为了给多罗罗讨一口吃的 甚至用手去呈滚烫的白粥 直到最后母亲也因为饥饿而倒了下去 母亲临死前 告诉多罗罗终有一天 战争会结束的 但在此之前 请多罗罗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可以先认输 在这之后 白粥丸整个人变得异常敏感 或许是父亲对自己的感情杀绝 让他决定要将属于自己的东西抢回来 于是他开始没力没力地寻找魔神 消灭魔神 而体悟国自从打败了朝昌军后 也迎来了一场大雨 雨水暂时解决了田地荒废的烦恼 体悟夫人因为重伤也昏迷了好久 但体悟大人看着天空 依旧愁闹未解 他知道只要白粥丸存在一天 体悟总有一天会灭亡 之后多罗罗跟随白粥丸 来到一座大山面前 他们暂时住进了大山旁 闲置的一处空房子内 多罗罗上山剪裁时 突然被巨大的石像吓倒 这时像其他地方都健全 却单单少了脸 就在多罗罗疑惑时 身后却想起了女人的声音 女人名叫阿比 长得和多罗罗母亲十分神似 白粥丸他们住进的房子 正是女主人阿比的 阿比为他们准备了晚餐 还将有关石像的故事 告诉了白粥丸二人 原来很早之前 有位远近闻名的石匠 他能雕刻出世上最慈祥的佛像 但随着武士时代的到来 人们更加崇拜表情 威严庄重的不动名王 石像也因此被人逐渐遗忘 最后为了雕刻出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动名王 石像便来到瀑布前的 这座大山上 雕刻着巨大的石像 只是 他怎么也雕刻不好石像的表情 浪费了很多年 最终石像老去 只留下这残破的石像 白粥丸人吃下了阿比的晚餐后 竟然有点困难 此时阿比终于暴露了真面目 原来他在晚餐里下了迷药 打算将白粿丸和多罗罗迷晕过去 他告诉多罗罗那座石像 不知何时被妖魔副了体 为了得到完整的脸 妖魔副活了石像 并并领石像 为他四处搜罗合适的面容 而那位石像 就是现在的阿比 阿比拥有着能够看透人心的本领 所以 他在变做多罗罗母亲的样子 因为多罗罗小孩子的脸 并不适合石像 多罗罗醒来后立即前往瀑布 他用力交险了白鬼丸 白鬼丸看着眼前 这座被妖魔副身的石像 和阿比打了起来 没想到此时石像也动了起来 白鬼丸见中 用武器砍断了石像的一只手 阿比又用绳子绑住了白鬼丸 此时多罗罗前来镶圈 他告诉阿比 只要有鼻子眼睛这些五官就好了 为何一定要追求世界上最好的脸呢 阿比因为自己的执着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害人的妖怪 这样根本不值得 阿比被多罗罗的话说服了 他一直倒是自己的执着害了自己 可此时石像又发动了攻击 白鬼丸趁机逃脱绳索 跳上了石像的肩膀 拿用剑刺破了石像的脸 阿比也因此化成一道烟 飘散而去了 之后白鬼丸二人来到山间 抛起了温泉 他们还在此处遇见了老和尚 但多罗罗却发现 自己后背上出现了一幅地图 其实这幅地图 正是多罗罗父亲 和在他背上的 当初在土匪窝里 父亲积攒了不少金银财报 本打算用这些钱 来帮助农民站起来 当家做住了资本 可没想到父亲遭到背叛 这些钱也就暂时被搁置了 为了保护这些钱 不被石兵搜刮去 父亲便在妻子和多罗罗的背上 分别刻下两张不同的地图 地图上标记着金钱的下落 多罗罗想起母亲生前 也曾当自己看过他背上的图案 而他背上的图案 也是因为遇恶而显现了出来 老和尚得知后 全会白鬼丸和多罗罗 或许他们二人可以拿了这些钱 去找一个安稳的地方生活 没必要再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了 因为不管他们消灭多少鬼神 这个世道依旧会如此 不会有任何改变 可白鬼丸依旧要夺回属于自己的身体 但多罗罗却对老和尚的话耿耿于怀 确实如老和尚所说 等消灭完魔神 白鬼丸拿回自己的所有后 他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只有他们告别了老和尚继续赶路 在途经一片树林后 他们遇到了神似妖怪的大头娃娃 大头娃娃身上还附有一个灵魂 白鬼丸通过吸引 看到大头娃娃并没有危险 于是跟着大头娃娃来到一处破庙里 这里像是曾被大火烧过 地上还有残留的友子 突然一位自称静慕的男子出现 而那个大头娃娃却消失了 白鬼丸通过吸引 看到静慕的灵魂又写取红色 这和替悟大人有点类似 白鬼丸并不清楚 这样的灵魂具体意味着什么 而静慕则邀请恶人到自己家中做客 并且用好酒好菜招待恶人 他告诉恶人 那座寺庙曾经是尼古安 里面收留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 可逆孤安的主持却心狠手辣 经常殴打孤儿们 还把长大的孤儿们卖给别人当奴隶 大概是因为遭受了天前 一个旅天 一道雷劈中了寺庙 大火瞬间烧光了整个寺庙 包括寺庙里的孤儿们 但白鬼丸和哆啰啰听后 只默不作声 他们根本不相信静慕的话 因为寺庙里出现的游子 就是赤裸裸的证据 之后他们便陷入了催眠 可没想到半夜竟然有妖怪闯入 白鬼丸用剑刺上了妖怪 可没想到这只是一只幼虫 之后一只驱大的蝴蝶妖怪出现 就走了幼虫 第二天 多罗罗来到村里 这里有人情温暖 村民们互帮互助 大家各各气气 十分和安 有位小女孩还要请多罗罗吃东西 多罗罗表示很开心 于是打算咨询妖怪 和朋友着火案的事 没想到村民听到后 竟然都面面相去 不敢回答 另一边的白鬼丸打算跟踪静慕 看是否能够查到些什么 但白鬼丸的跟踪技术并不怎么样 金木发现了白鬼丸 并把他带到了深山里 站在这里 他们可以俯瞰整个三村 金木表示 这是他祖祖为北斗亚守护的地方 村子就是他们的一切 即使是生活在村里的妖怪 也是金木需要保护的 因为在这个乱世之中 那些毫无道德底线的士兵 以及落草为寇的土匪 甚至是凶猛的野兽 都会光顾没有还手之力的村子 为了保护村子 不被这些人践踏 金木只好出此下策 圈养妖怪 来保护村子及村民 因为妖怪拥有强大的力量 守护村子 而妖怪所求的就是 金木为他们寻乱经过的旅人 一供他们吃食 为了达成长久的协议 金木竟然和那只妖怪蝴蝶解了魂 原来昨晚出现的那两只妖怪 真是金木派来的 或许奴子 当初寺庙里收留的那些孤儿 也都是被金木所害 金木询问白鬼丸 为何要杀光妖怪 这样整个村子 甚至是整个世界 都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可白鬼丸的回答依旧是 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就在两人对话之际 多罗罗竟陷入了险境 他被村民关进了 粮仓下的地下室 这里隐藏在很多妖怪产下的幼虫 他们争先恐怖地涌过来 要吃了多罗罗 突然 在森林里遇到了那只 大头娃娃出现了 大头娃娃体内 迸发出很多小孩子的灵魂 结果这些灵魂 正是那些在寺庙里被害的孤儿们 他们难救的那些幼虫 将多罗罗从两仓里救了出来 而金母也在指使那些 破茧而出的幼虫妖怪 袭击白鬼丸 可没想到白鬼丸几招之内 就解决了他们 其中一只幼虫在半空中飞舞求救 竟然碰到了火焰 导致整个村子的房屋粮草 全都被大火点燃 接下村子里的储备粮 全都被烧光了 村民们一下子饥了眼 开始互相骂骂起来 原本的和和七七面孔 瞬间就变了 多罗逃脱后找到了白鬼丸 他告诉白鬼丸 那些孩子指引他们前往湖边 但白鬼丸却不小心弄坏了自己的家腿 夜晚 白鬼丸乘走来到了湖面上 蝴蝶妖怪也在这时出现 白鬼丸凭记忆其致力 斩杀了蝴蝶怪 等白鬼丸从湖里走了出来 刚想站起身来离开 没想到身体又发生了变化 此时他的脊柱长了出来 这下 他又讲回了属于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但在离开村庄时 村庄里一片废墟 大人小孩失声痛哭 两本复树安定的村庄 现在宽露地狱一般 多罗罗不禁开始怀疑 是因为他们的到来 村庄才会变成这样 他们这样做真的对吗 但白鬼丸仿佛杀红了眼一般 他告诉多罗罗 这些都和他们根本就没关系 他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 多罗罗听着白鬼丸的话 开始担忧未来的白鬼丸 会不会杀红了眼 变成和魔神鬼神一样的存在 白鬼丸和多罗罗一前一后的走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白鬼丸发现多罗罗不见了 而多罗罗是被人抓走了 那个人就是当初 背叛多罗罗父亲的帝叔 因为之前帝叔一直盯着父亲的行踪 宝藏了是 他也察觉到了一二 其实不知道具体地质 原本以为自己投告的士兵 会得到更好的待遇的帝叔 没想到竟然被士兵们 当成了诱惑敌人的诱恶 此时帝叔才明白那些士兵 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 他们就是随时可以被舍弃的棋子 所以帝叔并带着其他人脱离了军队 转而又成了山匪 帝叔表示他已经找寻多罗罗很久了 因为他在死去的多罗罗母亲身上 发现了另一半的地图 多罗罗无奈地被帝叔绑着 前往宝藏的藏匿点白骨甲 前往白骨甲需要搭乘木船 可附近村里的木船全部都被毁掉了 整个村子死其沉沉 像是被强盗细节的一般 就在一筹末展时 一个毒病男孩出现了 他表示自己可以帝叔等人渡河过去 但需要收取报酬 帝叔疑惑为何村里只有他一个人 男孩却说村里曾经遭到山贼抢劫 目前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帝叔打消疑虑坐上了男孩的船只 可没想到男孩竟然能驱使鲨鱼 为他们拉动船只 男孩还给这两只鲨鱼 取名为恶狼丸三郎丸 既重人十分害怕 男孩这才得意地笑了起来 原来村子有人都是被男孩用来喂鲨鱼了 而男孩那只不见的手臂 也是被鲨鱼吃掉的 男孩命令鲨鱼吃掉地鼠等人 鲨鱼直接掀翻了地鼠手下乘坐了木船 两只鲨鱼就这样恶狠狠地当着地鼠等人的面 吃光了掉进了海里的那些人 之后男孩乘坐二郎丸离开 他让三郎丸监督地鼠等人不许离开 表示日落之前他还会再回来 且时再将地鼠等人吃掉 为了活命堕罗罗想出了一条棋策 他用自己当作一我 然后跳下木船吸引了三郎丸的注意 等三郎丸跳出水面时 船上众人在其力用剑刺杀三郎丸 他们的计划成功击杀了三郎丸 为了避免再次遇到二郎丸的攻击 地鼠命能将三郎丸的尸体拖上了岸 等男孩发现岸边的三郎丸尸体时 地鼠等人立即出现 他们将男孩一顿折磨后 并在多罗罗的劝说下打算前往宝藏地点 可没想到多罗罗背后的秘密 竟然被地鼠发现了 他一直以为另一半地图是多罗罗寄在脑子里 可没想到却是在背后 而地鼠此时才知道 原来多罗罗竟然是个小女孩 之后他们丢下断臂男孩和多罗罗 并往山里走去 白鬼丸在与多罗罗走失后 便一直四处寻找多罗罗 途中他遇到了师父受害 受害一直四处奔走 为缺少残肢的人治病 白鬼丸请求师父再给他一条家腿 但师父担心这样下去 白鬼丸会因为讨伐陌生而失去自我 届时他就会因为亲能敌视 国家百姓圣灵涂炭而痛苦 与其背上这样沉重的包袱 道部罗现在及时制止白鬼丸 于是他拒绝了白鬼丸的请求 但白鬼丸却认为自己有多罗罗陪着 多罗罗会一直提醒自己 生而为人的最基本道理 白鬼丸在告别受害后 前往白孤架寻找多罗罗 他不知道父亲提呼这时 已经知道他的踪迹 正盼且多宝丸带兵前来消灭他 荒无人烟的白孤架便能乐老起来 断臂男孩因为十分悲痛三郎王的死去 于是命令二郎王不惜一切代价 要将地鼠等人杀掉 随后姐夫在海里的二郎王仿佛中谋了一般 发出了震恶的悲鸣声 然后身上就长出了类似腿一样的器官 接下来二郎王竟然能跑到陆地上来了 就在二郎王又吃掉多罗罗时 白鬼丸感到救下了他 好在二郎王的战斗力并不怎么强 白鬼丸几招之内就解决了他 在二郎王倒地的那一刻 白鬼丸另一只腿也长了出来 恰好多宝丸的大军也赶到了 多宝丸命令士兵将出现在白骨甲的所有人都杀掉 于是帝叔的好几个手下就葬送在了多宝丸手里 就在白鬼丸和多宝丸就想打斗时 帝叔想带着多罗罗逃出去 没想到断壁男孩竟然跑到了山顶上 也难得放在山顶的一堆炸药 娇笑着要让所有人都去给二郎王三郎王陪葬 于是下一秒整个山体因为被炸药的缘故坍塌了下来 多罗罗在帝叔的保护下躲进了山洞 而这个山洞竟然就是宝藏的所在地 这可惜帝叔的手下全都因为山体坍塌藏命了 帝叔也因为身中束剑而命不久矣 而白鬼丸和多宝丸也因为山体坍塌的原因 而被迫终止了战斗 之后多宝丸便带着手下撤离了 白鬼丸又找到了山洞里的多罗罗和一间死去的帝叔 因为目前还不知道这些金钱用来做什么 所以白鬼丸和多罗罗便决定暂时还是将宝藏放在此处 之后白鬼丸二人在经过一片丰树林时 却遇到一个手握常见的男子 他告诉白鬼丸二人 自己的母亲就是被藏在山里的那只妖怪吃掉的 为了给母亲报仇 男子已经在山里找寻妖怪半年多了 于是白鬼丸二人变更的男子前往山山走去 傍晚时分 一头身材巨大的妖怪便出现在他山的面前 多罗罗定睛一看不禁打了个寒颤 这妖怪全身上下长得属于各种动物的器官 一时间竟分不清它是什么品种 而白鬼丸用心眼看到 这是一个身上富有魔神的妖怪 尽管知道眼前的这个妖怪十分凶悍 白鬼丸也毫不思索地冲上去与其缠斗 一个回合下来 妖怪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于是转而去攻击多罗罗 白鬼丸为了救多罗罗竟然遭到常见男子的袭击 原来男子和这个妖怪是一伙的 多罗罗十分不解男子的行为 可男子却说其实是杀了妖怪 自己的母亲也回不来了 不如就和妖怪为伍成为虐夺者的另一方 其实当初男子和其母亲遇到这只妖怪时 男子因为害怕 将自己的母亲丢在了山上 自己一个人逃了回来 男子的母亲因此才被妖怪吃掉 也是因为这件事 男子终于被村民挫得脊梁骨骂 或许因为如此 男子才会变得如此心理有趣 总而投靠了自己的沙目仇人 之后妖怪又发动了攻击 白鬼丸抱着多罗罗跳下了山崖 巨石也随时滚落了下来 多罗罗被巨石捆住了手臂 此时地下的泉眼也开始迸发出了泉水 不疑惑 泉水就淹没了多罗罗的脖子 一看多罗罗就要被淹死 白鬼丸使尽力气想要推开巨石 一双夹兽也因此破碎 可巨石依旧纹丝不动 关键时刻 信号的奥上及时出现 他砍掉巨石的一个脚 将多罗罗救了出来 看到多罗罗安全后 白鬼丸卸下甲子 又来到山顶上 这次他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 和妖魔战斗了 几个回合下来 白鬼丸终于占了上风 可男子却像风魔勒一般 和妖怪合体了 可即便如此 白鬼丸也没有访慢拔刀的速度 在他将男子杀害后 妖怪也随之倒地 这下 白鬼丸的手上 懒伤了人命 可白鬼丸却不以为难 并以为击杀 这只魔神 会讲回自己缺少的其他器官 那白鬼丸的身体 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气得白鬼丸疯狂地向妖怪 连则数十刀 最终他堕落地安慰一下 才停了下来 之后白鬼丸便决定 前往醍醐国 寻找神余的器官 而父亲醍醐也接到了 手下的传信 地狱唐历 那尊完好的魔神像 竟然发出了心跳一般的声音 不仅如此 独探 疫情甚至 还有向中心呈生 满延的趋势 托宝丸意识到 可能是因为没有杀掉白鬼丸 所以魔神来报复体悟国了 于是他带了两名手下 冰库和陆奥 来到地狱堂查看情况 过来 他们也发现了那座 能发出心跳声的魔神像 很快体悟国就面临着 内幼外患的情况 城内瘟疫蔓延 庄稼可离无收 边近处还有胡思丹丹的敌军 为此体悟的脑门 已经领成了一团疙瘩 因为上次欺杀妖怪 而没能恢复自己的器官后 白鬼丸犹如心怒魔症一般 城内只想着灭杀鬼神 多罗十分担心白鬼丸会走火露魔 可白鬼丸并不领情 反而要决心进入体悟国内 找寻自己丢失的器官 而体悟大人正整数军队 准备随时向驻扎在边境的敌军开战 为了避免瘟疫蔓延 体悟命令手下将已经发生疫情的存子 全都烧了 又因为要准备抵抗敌人入侵 体悟国就必须征兵征粮 但鉴于国内的情况 征集粮草和士兵的进展并不顺利 村民们看到征兵公告都不安起来 可体悟士兵完全不顾百姓的安危 加急抢走年轻力重 村民和粮草 不仅如此 他们还顺手牵走了百姓家 喂养的马匹 牧畜 因为白马因此被扑和幼小的马在分离 多宝万民摆此时附近的烦恼 于是主动请鹰前去绞杀白鬼丸 只要哥哥死掉 那么魔神就会重新庇护国家 于是他带着随从鹿奥和兵库 踏上了寻找白鬼丸的路途 鹿奥和兵库对多宝万来说 是家人一样的存在 当初提悟大人将 身受战断之苦的恶人带回家 让他们陪着多宝万一起成长 可以说他们恶人 是多宝万最新的能人 只有在两国交战的山崖边 多宝万成功找到白鬼丸 多鲁若试图阻止白鬼丸和多宝万开战 可白鬼丸却认为多宝万将自己视为鬼神 如果自己不应战 那么就只能落得一个死亡的下场 兵库主动发动攻击 鹿奥也几乎同一时间 向白鬼丸射出弓箭 只是没想到弓箭 射中了白鬼丸的手臂 白鬼丸趁机刺伤了多宝万的右手手臂 兵库健壮前来攻击 白鬼丸凭借敏捷的身手 将兵库的左手砍了下来 眼看自己的左膀右臂站在下方 多宝万也冲了上来 然后对于白鬼丸来说 多宝万根本就够不成为一险 先要提供大男的手下 带着援兵赶到 手下骑着那只抢来的白马 冲向了白鬼丸 就来靠近白鬼丸池 他竟然点难地挂在白马身上的几个炸弹 这下白马和白鬼丸都掉入了山崖 多罗罗也被抓走了 掉下山崖的白鬼丸并没有死 而那匹白马却被炸得个粉身碎骨 可才没过多久 一股奇怪的力量 促使那匹白马站了起来 白鬼丸得知多罗罗被带走后 便其上那只浑身散发着光的白马 前往醍醐国走去 回到家的多宝丸将多罗罗关进了地下室 醍醐夫人得知后 却又将多罗罗救了出来 他们二人通过暗道逃了出去 男人身受重伤的陆奥 在受伤前已经感染了瘟疫 此时一战 他元气大伤 恐怕时日如多 一想到自己身受多宝丸这么多年的性能 陆奥来到了地狱堂 多宝丸也带着兵库找了过来 经过三人的移植商议 他们全都以地狱堂力的魔神做了交易 多宝丸竟然因此夺出了两只眼睛 而兵库和陆奥也长出了左手及右手 在得知白鬼丸的踪迹后 多宝丸带着陆奥和兵库 再次踏上了征伐白鬼丸的旅途 而多罗罗带着提伍夫人 来到边境的一个小村庄 这里聚集了很多难民 突然有人来报 不远处又即将开战了 但听说对方并不是曹长军的军队 而是一个人单强匹马地杀了过来 此人犹如魔神般所向披靡 多罗罗担心此人正是白鬼丸 于是他带着提伍夫人前往交战地区查看 可没想到刚到交战区 就看到白鬼丸骑着白马 正和多宝丸三人打仗着 原来白鬼丸通过心眼看到了眼前的三人 他们身上了两只眼睛 接两只手臂 就是当初白鬼丸被魔神夺走的器官 白鬼丸要求他们三人将这些器官还给自己 可多宝丸三人却觉得 是白鬼丸抢走属于提伍国的东西 如果不是白鬼丸坚持要拿回那些器官 提伍国也不会是目前摇摇欲坠的样子 所以为了提伍国的一切 他们要将白鬼丸的所有都化作提伍国的血肉 多多多想要阻止白鬼丸就被老和尚拦了下来 老和尚看出对面的其他三人也不同寻常 于是猜测他们可能去了地狱堂 提伍夫人解释 正是地狱堂里供奉了那些魔神 才将白鬼丸身体的器官都瓜分了 但当初用了菩萨的保佑 有一只魔神没能吃掉白鬼丸的头 老和尚此时恍然大悟 这也许就是白鬼丸能生存下来的原因 就在几人打了不知道多少个回合时 白马的幼崽小马因为感受到了母亲的存在 于是也前往了交战处 白马在看到小马的那一个有些迟疑 兵库见此时机将剑刺穿到白马的身体 陆奥也上前补了几件 白马出于应激反应将陆奥和兵库全给杀了 多宝王难以接受两他助手的死去 一直抱着恶人痛哭 而白鬼丸的两只手臂也立马长了出来 陆奥夫人本想唤醒着恶魔的白鬼丸 却没想到白鬼丸在听到母亲的声音后跑了出去 欲发痛恨白鬼丸的多宝王健壮也立马追了上来 兄弟俄连马上又激烈地惨斗在一起 多宝王发现白鬼丸因为独回手臂 因而攻击范围发生了改变 于是他决定将白鬼丸引致陆奥城中 打算利用城中的训练房来限制白鬼丸的发挥 两年就这样边打边向陆奥城中走去 身后摄外师傅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担忧白鬼丸于是也跟随恶人来到了城内 果然进入训练房后白鬼丸就被限制了发挥 他命令多宝王将自己的眼睛还回来 因为这是属于他最后的一部分 两人打斗无意中打翻了房间内的烛火 一时间城中里面不断的房子都被火烧了起来 多罗罗等人发现大火后也立马赶往城中去 多宝王指责白鬼丸夺走了属于他的一切 而白鬼丸却怨恨多宝王享受着一切 自己却从出生就经历着非常能能承受的痛苦 两个人都说出了内心的怨恨 而白鬼丸却指出了多宝王也是缺失的 他缺失了最重要的母爱 大概是同情的原因 白鬼丸在赶架多宝王时 突然想起了受害和母亲的话 于是他放过了多宝王 多宝王不敢相信 一直被叫做鬼神的哥哥竟然挠了自己一命 于是他良心发现了将属于哥哥的眼睛还给了他 然而陌生并不愿意 他亲自赶到训练房打算抢磨眼睛 那此时白鬼丸战斗力大大增加 几个回合下来就将魔神给除掉了 多宝王的叫声前行了白鬼丸 遇着白鬼丸告别的时候还和母亲先去寻找多宝王 而母亲则抱着受伤的多宝王一直道歉 他表示自己以后会一直陪着多宝王 多宝王母子俩就这样淹没在大火中 而正在与敌军开战的提伍塔能接到了二号 他什么也没说 决定亲自上战场讨伐敌军 拿到这次战斗提伍国死伤惨重 凝图内的百姓们也怨声载道 多宝王鼓励百姓们应该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 而不是将希望的寄生于战争和士兵 百姓能被多罗的话点醒 之后多罗便决定将父亲藏在白骨甲的宝藏拿出来 给这些百姓重新建造家园 而从十人性的白鬼丸也来到地狱堂 看着眼前跪在魔神前的父亲 白鬼丸并没有要杀了他 反而告诉醍醐大人自己不再追求了 他希望醍醐不要再寄希望于魔神 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守护醍醐国 至于白鬼丸他表示自己是人而不是魔 所以他不想一直活在杀戮中 醍醐听后十分懊恼自己的行为 或许当初他没有将白鬼丸献祭出去 此时的醍醐国却不定在白鬼丸的治理下 也能欣欣向荣 百姓也能复苏安定了 但是谁能知道呢 不是吗 片名哆啰啰 完结洒花 这是一部争议巨大的动漫 父亲究竟是否有错 很多观众都在争论不休 大家认为一人换一国这是大义 但有人认为未经白鬼丸允许这是自私 不知道各位观众 如果换围成醍醐 你会如何做出选择呢